大家好 我是潛田 今天 今年2019今天 10月29號 韓國 天堂M 終於隔了很久 終於要出新職業啦 繼上次暗期之後 除了一個很像是神聖魔法劍士 我這邊翻譯看不出來他叫什麼名稱 反正就是一個 有可能是拿雙手劍的一個劍 那個戰士 也有可能是聖旗吧 然後他29號公佈 2019年11月07號就可以開始玩了 然後現在可以提前預定 我們來提前預定看看 然後看他會送什麼 他會送 應該是加7的武器 然後加 應該是加4的 防具之類的吧 我看一下 這邊有 可是這個圖有點小 就是基本的防具 然後會送一個玉璽 然後這個成長卷 是經驗藥水卷嗎 還有一個額外獎勵不知道 那這個要韓國的手機 好 這邊就先跳過 他預定時間是在那個 就是今天 10月29號到11月6號 那如果想玩的話 可以先 你要玩下載 要玩韓版的話 要先下載QoApp 然後再 再下載QoApp 給你打那個韓版 好 那我們再看他的故事 他的物語就是故事吧 我這邊翻譯 他說沒有明天也沒有任務 要讓雅丁 全部站起來 然後揮舞劍 所以他應該是 不是拿雙手劍 就是拿單手劍啦 也有可能會出一個 新的武器吧 或是 呃 我感覺應該就是騎士能拿的 他應該都能拿 然後我的猜測他應該是可以補血 然後有 範圍的魔法 呃 練功的技能 戰鬥技能 那跟我之前推敲的一樣 我也是猜魔劍士 那這個應該是聖騎士啦 好 那再來看一下 然後他這次因應這個新職業也推出蠻多活動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然後當然也會出 那個啊 新的 新的伺服器啦 然後他的技能專長的話 11月1號才會公佈 然後他有類似能夠瞬移的技能 到時候在11月1號我們就知道了 有一些網站已經先公佈 公佈出來了 我在猜應該他是有一個強大的技能和範圍技啦 然後也補血 然後有可能 有可能他的 武功是 也跟暗奇一樣吧 串魔法攻擊 然後他的 11月7號會開一個新的伺服器 然後我覺得蠻特別的喔 他說以無國界跑到80級 那代表說 他可以讓你轉經驗啦 添加到75等 經驗值高達2800 收購 就是應該是會 會推出一個禮包 然後讓你 直達75到80 75到80的時候 推出一個禮包吧 然後他的禮包是2000% 的經驗成長 所以他就是要讓你 練快一點啦 讓你盡快到達80級 我覺得這很棒 然後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他視頻可能會 他是說讓你現有伺服器 轉移一件 視頻 應該是加0到加7 以上 加6都能轉吧 就是免費讓你轉一樣視頻 讓你不用再去重點視頻啦 我覺得這很棒 但是只有一樣 如果你多一點能更好 然後他說我手中的更強大武器 為新服器之王 有限時間 這個的話就要再看了 我看不懂 這是什麼意思 好 這到時候再看 因為我還會看不懂 然後這邊的話有新式武器 新式武器更新 然後 覆蓋的田野 保護區 巨龍 那應該就是我有新的地圖啦 因為這一次是雅丁第四篇章嘛 然後這邊 他新的地圖有巨龍 應該是新的boss之類的 雲牆在巴拉卡斯 火焰 新地圖融化 好 這就略過 然後血 這個應該血蒙成諾淚龍吧 看一下喔 他四足成員分享寶貴的魔法人物轉變機會 獲得新的入品 這個的話是變身 娃娃跟 那個 變身跟娃娃的互換嗎 這個要再看看 然後血液承諾生產也可以產出 三色幣跟葉子還有 卡片之類的嗎 這個要再看看 還有血蒙任務的增強 可能血蒙任務的 經驗值會更高吧 尋求血斗篷不僅可以增加血族 還可以讓你的同時生長 好 這個這個我們在等人家翻譯吧 所以這次應該算是很大的改版 好 那再看一下一下 還有出一個龍之潮冰晶地牢 然後龍與地下沉的世界在阿曼 出了一個地下沉 應該也是類似澳塔之類的吧 好 那再看看第四項 班級變更 這個也是11月7號才會開放 這個應該是讓你的職武轉換成 他聖騎士所需要的 武器 應該是類似劍 這個不像單手劍 也不像雙手劍 這還看不出來 然後他的劍附著魔法 所以他應該是個魔劍士 不然就是聖騎士 他這個的意思應該是 讓你的戒指可以轉換成他 需要可以用的 然後中間這個就不知道了 然後這次最重要的 很快他要推出TJ卷 即上次的TJ卷 他一下子又出TJ卷 他這個應該是 娃娃跟世界職的書會吧 然後也是11月7號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他這次真的很多活動阿 那我們期待這個新職業的到來 然後他的名字叫The Shining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翻譯應該是 應該是魔劍士或聖騎士 到時候應該還會有其他實況主去翻譯這個東西 因為 這個4點剛出來啊 我就先做影片 好 這個消息讓我們特別興奮 尤其是我 因為他也好久沒有出女角色啦 所以這個 終於有女角色可以玩啦 他金光閃閃的 聖騎士 我猜是聖騎士啊 好 這就是 今天16月29號韓國所公佈的新的職業新的地圖 還有新的各項系統 還有TJ卷 又要出TJ卷啊 然後其他經驗也可以轉移 視頻也可以轉移 那 最快11月7號就可以玩啦 到時候我會玩韓服看看 玩給你們看 感謝今天大家的收看 掰掰 看來 在訪明 有些人 有些人 在訪明 感谢观看